大家好 先问一个问题 中国即将发生巨变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在这个回合的中美贸易谈判当中 中共表现的非常不讲信用 以前谈好的条件 现在都要反悔 要美国先撤销关税 否则就不签约 美国人现在也是绝对了解了 中共的言而无信 因此一定要设立监管执行 而且绝对不会先撤销关税 那么现在双方针锋相对 所以贸易战一定会继续打下去 合约是圈不成 川普也会对另外的 三千多亿美金的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 要增加关税 那么贸易战打到最后 中共一定会失败 当然了 这是他们完全是咎由自取 只不过是中国老百姓 也会跟着受点损失 不过我告诉大家 这个损失一定会得到补偿 怎么补偿呢 只要我们借着中共虚弱的时机 把中共推倒 把权贵赶跑 我们所受到的损失 就会加倍的得到补偿 所以说大家要为中共的倒台 做好准备 现在中共权贵阶层 早就做好准备了 太子党家族 很多年以前就开始向海外 转移财富 转移子女 包括习近平家族过去也是这么干的 当然了 习近平他还有另外一种准备 那就是富裕王抗 王抗到最后的准备 从北京来的一个非常可靠的消息 说习近平现在已经开始 向这个权贵大家族的人要人事 先是从胡锦涛开始的 原因是胡锦涛呢 他这个人比较懦弱 比较顺服 势子要减软的捏 那去年六七月份的时候 习近平的亲信栗战书 他就拿着一份呢 这个向习近平表忠心 拥护其核心的这种文件 要中共高层的人 人人牵制表态 第一个呢 就去找胡锦涛 胡锦涛呢 看都没看马上就签了 然后呢 栗战书就拿着这份文件 去找其他的高层说 你们看看 胡锦涛已经做了表率了 已经签字了 你们还不快签 就这样呢 所有的人都签字画压了 当然大家都知道 这只是表面的功夫 真正的要想控制 这些权贵高层呢 还要用其他的办法来配合 最极端的 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那就是直接的进行人身控制 那些权贵家族的大家长 现在都已经是八九十岁的人了 因此控制他们本人呢 意义不是很大 但是呢 只要是控制了他们的子女 哪怕他们脾气再降 最后也得乖乖的听话 那么怎么样控制他们的子女呢 你又不能够把他们直接关起来 那矛盾激化了嘛 也不能直接派人呢 这个在他们身边24小时监控 怕引起反弹 所以说呢 习近平最后决定 那是让每一个权贵家族 都派一个二代或者三代 派人出来当官 你当了官了 就不能随意走动了 就可以七天24小时 都在习近平的这个监控之中了 说白了 就是要拿他们当人质 习近平栗战书 这个搞这个人质政治啊 也是拿胡锦涛来做样板的啊 胡锦涛有个儿子叫胡海峰 还不到五十岁 头发比我白的都多 身体特别差 而且呢不仅身体差 老瓜子也不太好使 那智商很差 大家可以从他面相上面就看得出来 默默呆呆的 但是他对胡锦涛来说 那可是心肝宝贝 现在呢 习近平要提拔他到西安去当书记 副部级的干部 很多人说啊 习近平这是要把胡海峰 培养成他的接班人 说这种话的人呢 那是不懂得中共 也不了解习近平 习近平根本没想让任何人去接他的班 他把胡海峰调到西安 那是要让胡海峰去做人质 陕西是习近平的老巢啊 是习近平最可靠的后方 所以胡海峰到了西安呢 那就是完全闹在了 这个习近平的掌控之中 这个非常可怜的 这个胡海峰啊 他可能傻傻的还认为自己升官了 还在幻想着 要去这个接习近平的班 有一个人呢是看着胡海峰长大的啊 胡海峰叫他小时候叫他叔叔的 那现在呢要提醒他一下 千万别胡思乱想 不要被人当枪使 不要替人干脏活 老老实实的在西安呢 当个人质就算了 那最近呢 中共高层元老的这些动作啊 比较频繁 比如说江泽民啊 曾庆红啊 都高调露面了 温家宝呢 也跑到四川的汶川 当年他救灾的那个地方 故地重游 彰显他的自己的政绩 这都是在向习近平示威啊 他们可以示威 但是他们的子女呢 反而是在示弱 所以说大家呢 他们的子女啊 纷纷得病 病了就不能担任领导职务了 病了就不用做人质了 这也是啊 他们在为这个中国巨变所做的一种准备 中共高层都在为应对这个巨变做准备了 那么有志之士 民间的有志之士 更要做好准备 因为你们才是推进民主的真正的力量 我过去在视频当中啊 共证讲堂视频当中 都是讲怎么样做准备的啊 怎么样做组织准备 怎么样做信息物质准备 更重要的是 是怎么样做好策略上 思想上的准备 今天呢 接着就来讲这个话题 在第11期的这个共证讲堂当中啊 我们讲到了啊 在全民上街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要走到前排 要成为运动的先锋 先锋就是统帅 然后呢 要利用这个领导权 迅速的对街头的人群进行组织化 然后呢 再把这个组织不断的扩大 运动的不断的扩大 掌握领导权 然后呢 进行组织化 这就是民主派迅速崛起的这种新法要决 我们现在一无所有 我们没有庞大的组织基础 我们也没有那 嗯 很多的人 没有很多的经济资源 也没有军事能力 但是我们只要掌握了这个新法要决 我们就能够从无到有迅速的建立起民主派的阵营 任何民主派的有志之士 只要你现在还是在国内 即使你是默默无闻的 无权无视的 只要你懂得这一套新法 只需要一个小团队 甚至几个人的小团队 将来呀 就能够在巨变当中迅速的崛起 那么怎么样让这个运动不断的扩大 我们上次讲到了这个辐射动员的方法 那只是民众动员的方法之一 大规模动员民众参与革命 一定要从多个角度 多个城市 要系统的进行才能够成功的 今天我们就要从政治纲领这个角度 来讲民众动员 一个政治团队要组织一场运动 领导一次革命 一定需要准备好一整套的纲领 通常这个纲领是分为三个方面的 经济方面 社会方面 政治方面 经济纲领呢 就是关于所有权制度 生产制度和分配制度的纲领 这一部分的这个纲领呢 往往是老百姓呢 最关心的 因为这方面的纲领 和他们的利益直接相关 因此它最容易被老百姓理解 即使是没有受过教育的 大老初他也完全能够明白 你这个经济纲领是要讲什么的 是不是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 第二呢 就是社会纲领 简要的说就是政府要给社会提供哪一些服务 和哪一些管理 比如说在教育方面呢 文化方面呢 科技环保方面呢 这些方面有些什么样的主张 这一部分呢 也是老百姓比较关注的 从一个普通老百姓角度看 一部分的社会纲领 虽然和他们的经济利益并不是直接的有关系 但是呢 还是和他们的生存状态息息相关的 只有是政治制度这一方面的纲领 通常呢 专制国家的老百姓是不太关心的 因为他们一直被洗脑 没有机会去了解民主政治的这个制度的功用 很多人不知道 只有完善的政治制度才能够长久的保证他们的经济利益 政治就是长久的利益 当然了 即使是在成熟的民主国家 绝大多数的老百姓 还是关心自己经济利益的 专制国家老百姓呢 那就更不用说了 因为呀 这个政府长期的故意不让他们关注政治嘛 所以说绝大部分人是被变成了经济动物 所以呢 又想让他们反对这个政府 要想让他们参与革命 首先呢 就要让他们认识到 这个政府跟他们的经济利益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在经济危机啊 经济崩溃的这种时候 大家日子都非常不好过 这个时候啊 这个道理就特别容易讲明白 因此反抗的人呢 就会特别容易动员 这个现在呀 这个时机就快成熟了 很快就到了 但是呢 如果是仅仅意识到 共产党跟他们的利益相悖的 共产党很坏 这只能引起骚乱 还不能称之为革命 革命一定要有建设性的行动 要有建设性的行动呢 就必须先要有建设性的思想 尤其是一个这个发起革命 领导革命的这种政治团体 你一定要把建设性的思想灌注到人群当中 所以一定要有新的经济纲领 那就是要根据老百姓的经济诉求提出一整套的符合他们的经济利益的这种制度 当他们知道啊 老百姓知道自己应当争取什么样的经济目标 可以实现什么样的经济利益的时候 他们对革命的这个热情就会非常的高涨 而且呢这种热情还能够持续 还能够经久不衰 89年的时候啊 绝大多数的老百姓 他是没有被动员起来的 运动参与的 那这个主要的是知识分子和大学生 普通的市民群众在六四那天之前 主要的角色是打酱油 围观看热闹 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呢 他们当时只提出了政治上的诉求 比如说要求言论自由啊 要求民主这个改革啊 反腐败啊等等 这些诉求老百姓呢 虽然不会反对 那甚至还有一些同情 但仅仅是同情而已 他们不会为了实现这些诉求去参与行动 更不会为实现这些诉求啊 去冒险 那个时候啊 我们没有提出 一套这个普通老百姓啊 跟他们直接的经济利益相关的这个纲领 老百姓不知道为什么而战 当然不会投入战斗 八九年的这场民运呢 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多的教训 缺乏经济纲领去动员老百姓 去动员工人农民啊 去这是个非常深刻的教训 八九年呢 大增压之后啊 虽然形势上啊 这个对民运是非常不利的 但是还有一批人呢 在坚持战斗 很长时间以来 那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接受这个教训 八九年的教训 我们没接受 我们依旧是把这个宣传啊 集中在政治制度方面 很少关心民生经济 更不用说提出一整套的经济纲领 比如说像林八宪章啊 他的这个政治纲领的论述啊 是非常完善的啊 经济纲领呢 几乎就没有 下一次革命当中啊 我们绝对不能够再犯这样的错误 而且呢 这个经济纲领一定要做得非常的完善 这样老百姓呢 才能够加入到民主阵营当中 才能跟我们一起反抗专制 那么我们要提出什么样的经济纲领呢 怎么样才能够最大限度的 符合老百姓的利益诉求呢 才能够啊 最大限度的让普通民众加入民主阵营啊 这个参与战斗呢 那首先我们要承认 土地私有制 要保护农民个人对土地的所有权 现在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制 根本保障不了农民对土地的权利 因为这个集体啊 往往是被农村的这些村官干部控制的 而且呢 很多村官干部啊 他是黑白两道都沾边 一方面呢 官商勾结啊 这个另外一方面呢 自己又带有黑社会的性质 他们往往是把属于这个农民集体的土地啊 把它建卖出去啊 让农民吃亏 但是他们自己呢在背后收受巨额的好处 所以要废除现在的集体所有制 让每一个农民都享有土地私有权 而且要规定 除非是在战争时期啊 其他时间是绝对禁止强制征收土地 当然农民你自己可以买卖 或者是租赁自己的土地 但是利益要完全归农民个人 农民家庭所有 如果我们提出这样的土地私有制度 农民的利益就能够得到真正的保障 那绝大多数的农民就会支持民主派 那第二呢 我们还要提出这个房地产产权的永久 永久产权的制度 那在城镇居民现在花巨款买房子 那但是并不拥有房子下面土地的所有权 只有70年的使用权 而且还经常被强拆 这是相当绝对的不公平的 在民主制度下 这是绝对不会被允许的 所以我们要主张啊 城镇的业主 城镇房屋的业主 不仅仅是拥有土地上的房屋 而且还要拥有房屋下面的土地 任何政府机构 商业机构都不能够强拆 如果我们提出这样的主张 我们就能够赢得绝大多数城市居民的支持 我们就能够把这一部分人 纳入我们的民主阵营 我们提出这两个主张 我们就可以啊 这个在和毛左的这个竞争当中啊 取得话语权 取得主动权 因为他们主张的是公有制 那我们就明确的提出私有制 而且呢 我们提出这个私有制 是绝大多数农民和城市居民呢 他没有办法拒绝的 这种私有制 我们要把土地所有权 房产所有权还给他们 他们会说不嘛 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击败了毛左 我们就消除了一大部分的社会动荡的根源 在后中共时代 毛左它是社会稳定的最大的威胁 那第三呢 就是要全面开放市场 比如说让民营企业进入各个领域 包括现在被这个权贵集团垄断了 金融啊通讯啊能源啊 军工啊还有传媒啊这些领域 那么我们怎样怎么样对待那些被权贵控制的国有企业呢 我们要有步骤的把现有的国有企业的这个资产 实行股份化 然后把这些股份啊平均的分配给所有的国民 有了这样的主张 我们就可以吸引绝大部分的国人的支持 那谁不愿意拿回自己应得的那些财产呢 那些权利呢 尤其是啊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民营企业家这个阶层的支持 过去的民营企业一直是在夹缝中求生存 民主派阵营只要承诺给他们公平的竞争环境 就一定能得到他们的支持 那因为篇幅的关系 我在这里呢就不论述啊 经济纲领的一些细节 那今后呢 我们全民共振平台将会给大家提供一个完整的系统的 这个纲领的版本 供大家在今后的革命当中参考 不仅仅是经济纲领 我们还要提出一系列的这个社会纲领 我们要告诉普通老百姓 比如说在教育方面 我们要告诉普通民众啊 他们的这个孩子一出生就生活在不平等当中 现在啊 这是现状 普通老百姓的孩子 尤其是那些在农村或者是中小城镇的啊 这些普通老百姓的孩子 一出生呢 就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 因为啊 教育的不平等 他们呢 被远远的 就是将来会被远远的落在后面 比如说啊 中国农民占总人口的70% 但是呢 所有的大学生当中 来自农村的学生呢 只占7% 8% 那名牌大学的几乎就没有农村家庭的学生 这难道是因为这个农村人比较笨吗 绝对不是啊 大家基因是一样的 这只是因为国家没有给农村提供足够的教育资源 比较好的学校 受过系统培训的老师 比较好的教学设备都在大城市 都在城市 往往是城市越大 教育条件就越好 最好的是北京 其次是上海 再其次就是那些发达地区的 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省会城市 中等城市 小城市等而下支 农村就最差 那么现在绝大部分的人口都在农村和中小城市 这就造成了对绝大部分人的不平等 中国人最注重的是孩子 这个成才 最注重的是教育 但是现在大家注意到没有 绝大多数中国人 他们的孩子一出生 就已经被贴上了失败的标签 就注定不能成功 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聪明不勤劳 而是因为他生错了地方 生错了家庭 面对着这样的巨大的社会不公 那些有孩子的人 难道就心甘情愿地接受吗 难道就不想反抗吗 当然会 当然会反抗 所以我们一定要告诉他们 这种不平等 而且呢 我们一定要提出来 给他们提出一个奋斗目标 那就是平等教育权利 让所有的小孩子 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我们要主张平均的分配教育资源 比如说在全国任何地方 只要学生的人数相同 学校就能得到同样的资金 同样的教师的配备 同样的教学器材 同样的学校的建筑的规格 而且呢 这些平等权利 一定要立法 通过立法来保障 而且我们要主张高等教育机会平等 现在很多大城市的学生呢 上大学分数线比中小城市比农村低 北京上海 小孩子上大学的这个分数线呢 最低 那些权贵家庭的这个小孩子啊 那就根本不用考试 走户门就上名牌大学了 我们必须得废除这种不平等 我们要求啊 所有的大学都要实行全国统一的 这个分数线 绝对不允许有地区歧视 绝对不允许任何人走户门搞特权 我们倡导废除这种啊 不平等 我们就不仅仅是在促进正义 我们还为民主派赢得巨大的支持 还有呢 就是全民公共医疗体系啊 要让每一个人无论贫富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治疗 这种医疗啊 就必须是免费的 现在绝大多数国家都有覆盖全民的这种公共医疗体系 中国的国民经济啊 现在能力啊 实际上生产能力是不错的 我们完全有能力提供这个免费的 覆盖全民的免费医疗体系 还有平等的这个养老制度啊 救助弱势群体的这个福利制度啊 保障这个居者有其屋的住房制度 我们都要提出来 作为我们的纲领提出来 在两千多年以前 我们的老祖先就提出了大同社会的理想 叫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老有所忠 光寡孤独 皆有所养 两千年以后的今天 我们完全有能力 完全可以实现这个理想 只要我们摧毁了暴政 只要我们呢 推翻了那些压迫我们 掠夺我们的权贵集团 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个理想 在街头革命的初期啊 有些经济社会的纲领 就一定要提出来 要大力的宣传推广 这些纲领呢 会吸引很多的中下层的老百姓参与革命 参与的人多了 我们就可以把大家组织起来 这样就形成迅速的 就可以形成强大的组织 用经济社会纲领来号召民众 扩大革命的基本盘 这就是中国民主派在政治上 迅速崛起的方法 有很多人说民主派 你们没组织力量 斗不过中共 我告诉大家 用共振讲堂的这一套办法来操作 只要几个月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组织起一个全国性的政党 或者是政治联盟 我们甚至可以在人数上超过共产党 当年波兰的团结工会 只用了半年时间 人数就超过了当时的这个执政党 波兰执政党 用了一年时间 人数就超过了执政党的三倍 那个时候 他们既没有互联网 也没有手机 比我们现在的条件差多了 那现在呢 我们只要按照共振讲堂的这一套办法来操作 可能两三个月就能够形成强大的组织 当这个革命的这个基础 已经确立了 声势已经浩大了 老百姓不再恐惧 这个中共的镇压之后 我们就可以顺势而为 这个时候就要提出政治纲领 比如说 人民应该享有的各种自由权利 比如说这个三权分立的制度 内阁制或者是联邦制 这个时候就要给人民讲 我们要实行什么样的制度 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 我们要给大家提供一个 这个国家 未来国家的蓝图 大家一定要明白 一个道理 即使是人民都参与了革命 绝大多数的人 他也不会愿意去动脑筋 去分析到底什么样的政治制度 是比较好的 所以政治纲领是起不到 动员民众作用的 千万别拿民主自由的大道理 去动员老百姓参加革命 没用的 只能用经济社会纲领去动员他们 但是革命一旦兴起来之后 政治纲领就成了革命的方向盘 有引领革命方向的作用 怎么样引领方向呢 社会上总是有一批人 有一批人 他们特别关心政治 有一些还有一些成为职业的政治人物 那么这些人呢 他们对政治纲领都有理解能力 都有判断能力 这些人呢 他是构成了各个政治阵营 政治团体的骨干 他们是各个政治阵营的中间力量 只要这一批骨干和中间 他们接受了我们的纲领 他们就会用这一套纲领呢 去引导阵营中的普通的民众 所以一场革命开始的时候 要用经济社会诉求动员民众 动员起来了 再用政治诉求去引导方向 做到了这一点 革命才能够成功 今后呢 我们会在共振讲堂当中 跟大家探讨 我们需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 什么样的制度才最适合中国 比如说 我们这个中国是应当分离成多个独立的国家 还是应当形成一个统一的局面 是应当实行总统制呢 还是应当实行内阁制等等等等 我们之后会分专题 跟大家详细的探讨 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在结束今天的讲话之前呢 再给大家推荐一款 比较安全的通讯软件 叫Telegram 中文叫电报 这个软件呢 可以完全隐藏使用者的身份 而且呢 是点对点的通讯 非常的安全 我们全民共振平台呢 现在创办了一个电报频道 也开办了几个电报群 我们会把相关的链接 放在我这个视频的简介的栏目当中 欢迎所有的有志之士 大家都来订阅我们的频道 加入我们的群组 大家一起来交流探讨 共商大机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收看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